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附带极为片面的资料 具引导性 可能令考生达至偏颇的结论 并称该试题严重伤害了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的情感和尊严 15日下午 教育局长杨润雄表示 会要求考评局取消这条题目 他重申该试题可能引导学生得出与历史 民族不合的结论 又称日本在这段时间多次对华侵略 对中国只有弊 没有任何利 因此这条题目没有讨论空间 当记者问到如何评价毛泽东感谢日本军阀的言论 杨润雄回应 毛泽东主席在外交场合的话有其背景 表达的意思未必可以从字面解释 毛泽东感谢日本言论乐传 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 14日晚在Facebook发文 引述建制派声明 称考评局人员说 没有日本侵华 哪有新中国 为歪曲历史事实的谬论 之一考评局高级人员的政治立场已然影响了试题的设置 在这条贴文下 网民纷纷贴出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的言论 嘲讽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所为歪曲历史事实的谬论 打脸中共党魁 清大新闻系高级讲师 吕炳权发表 请建制派评评毛泽东感谢日本皇军侵华的言论一文 列举了8条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的公开记录 其中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在1995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记载 毛泽东对日本资本家南乡三郎表示 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 霸占了大半个中国 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 毛泽东接着解释 第一 他削弱了蒋介石 第二 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 日军侵华期间 中共一分抗日 二分应付 七分发展 十分宣传 在国难中壮大自己 他还比较了日本侵华与中共建政后造成的死亡人数 日军侵华 中国军民死亡人数达两三千万人 国难深重 1949年后 中共历次政治人祸 斗争 大饥荒 文革 六四等 共害死了四到八千万人 他呼吁人类 反省历史 谴责暴力 追究责任 教师 小事化大 制造恐怖 取消试题对考生影响大于教育局的言论 有中学教师感到非常不满 质疑是借此批判一条正常合理的试题 收紧对历史科的政治控制 并在教育界制造恐怖 任教历史及通试科的中学教师江先生表示 这条题目并不像教育局所说 具引导性 考核重点是资料运用 分析能力 以及批判思考 而非让考生赞同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 他续指 这次的事件政治目的已经昭然若揭 一 是通过控制考试出卷等手段 收紧对科目政治立场的控制 七二 是制造恐怖以威吓教育界 包括批斗老师 整顿教育局内部的人员 制造一些白色恐怖 令老师在课堂里不敢随意发表任何政治立场 另一位中学通试科女教师也忧虑此次对试题的批判 影响很大 很深远 她质疑 是否有了这个先例之后 只要政治上比较敏感 就可以什么都取消 她担心政治审查会进一步延伸到教科书中 是否日本这一部分就要删掉 或者字眼上淡化 可是老师期购玩资宇请不吝点赞 这是我们营丽宾的角色 可学区带犟 感谢观看